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严峻的军事挑战 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的军情谍报 黄金叶特约之军情观察室 由黄金叶赞助播出 黄金时代黄金叶 并连同水中贵族 景田百岁山矿泉水 联合赞助播出 先来关注一下全球最新的军事的动态 那么今天各大军事网站 都引述来自香港明报的这篇报道 题目叫做美韩刺激 青岛满天战机 这个消息特别披露到 最近这几天 这周美国跟韩国正在中国周边的日白海 展开大规模的反潜和侦测的演习 而就在这个时候 实际上中国大陆军方也有相应的一些动作 像这篇报道特别提到 最近就是前天在青岛的上空 市民都发现有大批量的战机 是转场飞过 特别提到是几百架的战机 云集在青岛的上空 我们知道青岛是中国北方 非常重要的军港 以及济南军区 非常重要的陆军的军事基地 那么提到青岛有这么多的战机 包括空军的战机转场 肯定有大规模的动作 这篇报道提到是大批量的 大规模军机的集结 有多种机型 包括攻击机预警机 还有这个加油机出现 可以说呢 持续的时间 在上空经过了四十多分钟 让市民都觉得非常的惊异 一方面呢 外界认为呢 就有可能是中国大陆的军方 趁着美韩演习的时候 中国大陆空军也展开相应的演习 给美韩的一个警告 另一方面呢 也有可能的是知道 美韩在展开相关的侦测演习 美韩的电子情报覆盖呢 也是覆盖到中国的华北地区 因此故意透过这样大规模战机的转场 告诉美韩和周边国家呢 实际上中国军方是有所动作戒备的 也是一种高调的示警的活动 那么说到这个中国的动作 也还要提一下呢 今天的报纸实际上也有提到 昨天呢 中国大陆官方媒体特别批怒的 解放军在黄海 正在进行过一个大规模的演习呢 就是在岸上至的这种远程的火箭炮的试射 那么可以说呢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今天也被各大的媒体广泛的报道和评论 他特别提到是解放军南京战区的炮兵部队啊 最近持续呢 展开了国产的新型的远程火箭炮的试射 那么这个火箭炮射程呢 据说达到150公里 放在岸上呢 可以有效的覆盖150公里的近岸的这个海区 那么平常呢 在五年的服役当中呢 很少进行大规模的亮相 这次是首度大规模的亮相 而且特别提到呢 如果放在这个台海或者中国的环海周边呢 能够有效的把这个敌方的舰只驱赶到150公里之外 因为中国这种国产的火箭炮呢 虽然它的精确度不高啊 但是它的火力非常密集 可以大幅 篇幅大翻的进行轰炸 可以呢 有效的阻挂一些大型的舰只 介入到这些海区 那么中国舰在呢 展开了相关的演习 还有一个消息提到呢 也是刚刚在昨天进行过的 是济南军区的装甲旅部队呢 还特别展开了远程的机动演习 整个装甲旅 全兵员 全装备的 由这个空军的战机和民航的大型运输机来运送的 从这个中部啊地区呢 直接运送到这个焦东半岛的临海的城市 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焦东半岛临海城市呢 离黄海现在敏感的地区已经非常近了 而且整个投送过程当中 战时指挥所 还有通讯卫星车 还有火箭炮等相关的装备呢 全部全员进行运输 显示解放军有这个一旦遇到战争的时候 大规模空中运输陆战部队的能力 三条消息放在一起看呢 现在解放军有一个态势 美韩正在演习啊 解放军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动作 但是各大军种各大军区有相应的一些 在黄海以及南京军区周边的动作 同时有个特点是 马上演习 同时就展开新闻报道 让外间让西方也知道 中国军方呢 正在演习 这跟以往的报道方式是不一样的 也看到呢 解放军确实有动作 但西方认为这些动作还是太小了 解放军应该有相应大一点动作 包括潜艇的动作 可能对美韩才会有真正的压力 好 说过解放军呢 看另外一个消息 来自于最新一期的汉河防部评论呢 特别披露到 大陆的谢雨昕的一些电子侦察的一些动向 根据这篇报道 特别披露的情报提到呢 他们发现了解放军在福建的普田呢 特别新建了大型的对台的监听站的设施 而且呢 这个大型的监听设施 装备了最先进的天线 还有辅助的一系列的分析和针尖的中心 这篇报道特别提到 这个巨型的信号监听站呢 已经可以覆盖到整个台湾地区 可以说整个台湾岛内的 全部呢都可以被收集到 而且台湾岛内的手机通讯呢 它全部也可以掌握 那么根据这篇报道特别提到呢 实际上除了福建这个新建的大型的巨型的信号侦察站以外 以往也有多个针对台海 针对台湾的监听站 形成了有效的一个高低搭配的网络 侦测台海的动向 同时呢 他们也注意到呢 这个最新的这个侦测有一些变化 那么原来呢 都是由解放军的总参谋部的所谓三部啊 来负责对台对美的这个电子讯号的侦测 收集之后来进行分析了 现在呢 还增加了一些渔船的机动的征收 把大型先进的一些设备呢 放在渔船上 游易到台海的东面啊 游易到相关的台海支撑片呢 来侦测美国日本 包括台湾的一些军事信号 综合来为解放军的情报服务 但是呢 台湾方向其实一样也没有闲着 台湾也在阳明山呢 建立了台湾最新的电子侦测信号 反过来也侦测解放军的信号 并且有美国的帮助 这篇半岛还特别披露说 在中亚也建设了大型的信号的天线和监听站 这些监听站呢 这十多年有了很大的发展 电子设备不断的提升 而且解放军曾经呢 获得美国的帮助 在前苏联时期呢 在新疆建设过大型的监听站 是中美合作监听苏联的军事的动向 但后来呢 美方也撤走了相关的人员和装备 中国留下了相关的设备呢 自己增加了中国的设备 现在中国呢 把这个相关在新疆喀什的 很重要的巨型的这种大型的侦测呢 来侦测美军在中亚的中央司令部的 所有的电子侦测信号和解放军 要获得的资讯 这是有关一些解放军电子侦察最新的情报 看看全球其他的军情电报 据日本产生新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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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容易被拦截 苏俄为了打击美军的航母 研制了超音速的反舰导弹 库存是世界第一 中国大陆也从俄罗斯买到了超音速的反舰导弹 并且自行研发解放军的反舰导弹 而日本也要延产新的超音速的反舰导弹 可以攻击解放军的未来的航母 还有大型的舰制 重点对抗中国海军的威胁 据美国世界新闻网的消息 中国大陆战斗机的出口列世界第三位 仅次于美国俄罗斯 中国武器出口当中最赚钱的就是战机 中国一共向巴基斯坦出口了150多架 骁龙战机等多种战机成为龙头品种 不过最近委内瑞拉也有购买中国的教练机发生坠毁的事故 今后四年 世界预警机市场将会大为扩张 中国将要向巴基斯坦等国家出口四架空警200 成为世界 中国全国讲道行政局的地图 中国人家所闹开 这么多一个意外